重機呼嘯而過奔馳 道路上意大利紅烤漆格外拉瘋 這輛就是被稱為重機界 法拉利杜卡迪跑車 台灣市面上高階的重機 就是這輛998CC Panigale V4R 新車要價298萬 就連一人歐漢聲都有一輛 目前真正掛牌在路上騎的 只有個位數 黑色街車版新車價也要188萬 要價都不費 杜卡迪源自意大利機車 生產商有多項的聯名 與超牌服飾 藍寶 堅寧都有合作 當初引進來的話 大概就三台能正式掛牌 那價位落在298萬這邊 民眾想起重機 除了用買的也能以租借的方式 以120萬元的重機來說 租一天齊錢快錢 但因為高階重機成本太高 需要簽本票保障業者 也不是每一種價位重機都能租 價位大約都是落在 20到40萬之間的車款 這種車其實通常都是店家拿來打廣告的成分比較多 對 因為這車你要回收是非常的困難 對 它可能就是利用這台車廣告 帶動它周邊其他車的租借率 這回有重機騎士騎著新車架 要價60萬元的杜卡迪怪獸 行進新北三重卻發生車禍 這一狀車毀人傷 連核心的車架都也傷到 業者粗估如果整台維修 恐怕超過二手價金額沒有辦法低 只能等車主養好傷 再來看看要修還是怎麼做 TVBS新聞莊奇文王湘 台北廠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